特别各位做了大烟共 哇 香云盖 这些香 那么上面都是诸佛菩萨 诸大神明 闻到这个甘露香的恶鬼道 会不会成为天神啊 恶鬼升天 诸佛超度一起往生净土 香云盖菩萨摩和尚 意思香啊 那就是让你活在极乐世界 那你的心 负面的心态就不见了 你就不会去想 就像一个人想要睡觉 却睡不着 他就很想说 我赶快睡觉 怎么会被他拉去 这个叫修行 修行你不要有负面的心念 我喜欢他 我讨厌他 我想到这事情 就有足的 那代表你要吃安眠药了 你要赶快念佛 转变你正面的念头 这个叫修行 修行到 你砍我的身体 我都不会痛 不是不会痛 心里不会痛 修要修这个心 叫禅定的心 禅定还是一种 一种力量 要修到空性的心 根本没有我的身体 在被你看 根本没有我的至尊 在被你骂 要这样吗 现在你十八岁 我跟你 变八十一岁 正好念佛 往生净土 免得家座高贤 每天来找我 男人来找你 你觉得你很快乐 业障 所以 因为我修行就是要赶快能够 专心念佛 现在各位就不耕耗了 我还没谈完 恋爱还没有谈完 钱还没谈百 等我死了再来短期出家 所以 有时候 你会觉得你看不开 要我 开什么玩笑 我马上短期出家 对不对 哪怕 没有七天 也三天也好 一天也好 你要真实 要对你 你对三宝的信心 好 我这样 简单的 讲解 希望各位要这样 跟别人讲解 你要懂中文 而且你要有思维分析的能力 你要有善巧方便 怎么样 让别人 对三宝生起信心 所以 地藏王菩萨 变才无碍 变才来自于慈悲智慧 那各位你要懂得 跟自己讲话 这个叫禅 再来 跟别人讲话 叫慈悲 所以心经你会背 你会念 那你要把心经的意思 好好的 去文 诗 修 这个心经就让你达到空性 那这个空性 安住在空性 心无卦碍 然后 如何把这个心无卦碍 分享给别人 那这就是慈悲了 讲解给别人听 用深口意 展现给对方看 这是大乘最重要的修行 劝进行者 所以我们新加坡福报很大 可以听中文 可以听英文 所以很多上师来会讲英文 各位可以听到佛法 但是各位要发挥你的语文能力 把你会讲的 也去跟别人分享 那你不要光吃饭 只要有机会聊天 就跟对方分享佛法 那这个佛法 如果你已经入心了 讲出来变你的 不一样 哎呦 你这个人真慈悲 而不是嘴巴慈悲 你这个人呢 真有智慧 无碍 自在 而不是嘴巴的 空空 结果肚子饿就不空 一受到侮辱就不空 就会起烦恼 那如果你能够正入 正入法性 无声法忍 又能够对众生有平等大悲 那就是极乐世界再来的人 阿比拔至菩萨 广度众生 那这个你要透过 你的身口一起表现 第六耶 各位既然已经 诚恳 精进 申请 要归一三宝 可耳 这个时候不是为我们了 念一下 思维众生苦 生起大悲心 愿轮回无名有情众生 同来到场 归一三宝 离苦得乐 大秤就是 没有自己 时时刻刻想念的是众生的苦 我想就像各位你儿子感冒了 那你心里一直意念了他 你妈妈生病了 哎呦 心里有一块石头啊 很痛苦 就希望妈妈不要有一点点的痛苦 那这个只是一个凡夫的 正常的心态 就像各位看网络 哎呀 小狗死了 母狗会哭 对不对 猴子死了 变成尸体了 猴妈妈还抱着 这是人之本性 众生都有这个本性 只是这个本性 如果没有智慧 它变成一种执着 如果这个本性变成一种智慧 那任何一个众生苦 包括你刚刚杀掉我儿子 你在生病 我心里都会很痛 都想要救你 为什么 不忍众生苦 而生起大悲心 愿所有还在轮回 不了解三宝因果的 接来到场 归一 要生起这个想法 一切都是为众生 所以魏如等传授三归一 所谓三归一者 就是指 我们回向一子 过去我们归外在的一切 变化无常 我们现在了解了 所以回头一子叫归一 所以佛法身三宝也 当然世间最圆满的是宝物 宝石 但是三宝才是究竟的宝 生命之宝 众生之宝 所以一样用宝物这个名字 归一者 是归向 以前归向是错误的 所以归是一个正确的人生的方向 所以我们懂得孝顺父母守五戒 我们懂得进一步出离心 要原谅别人的悲心 那你开始要归一这个真理了 各位千万不要说 我是三宝弟子 骂人又骂得好凶 要嫉妒 起烦恼 因为你归一三宝了 结果你 你还是用你的凡夫的想法在做事 你又离开三归一了 我归阿弥陀佛 所以我要学阿弥陀佛 我归地藏王菩萨 我学地藏王菩萨 我归观音菩萨 救苦救难 所以归一是归向整个生命 生口意特别心态 依止的三宝的教界 依佛为师 即觉悟也 佛代表圆满觉悟 佛代表我们的自性 那各位要依佛陀的思想行为 菩提心来找到自己的菩提心 因为菩提心本性是我们本存在的 就刚刚讲了 妈妈爱儿子 那是自然无虚伪的 这个妈妈可能是很毒 会杀人的 但是他对自己的儿子那种 疼命命爱惜 那这是我们本来就有了 那各位要觉悟自己的本性 所以从外在的佛找到内在的 我叫外归一 内归一 保持在这个状态叫密归一 密归一就是 你心里要保持在念佛三昧 密就是连续不断的意思了 归法 以法为师 那各位就要按照 佛陀在经典说的 所以你要看经典 听闻经典 不然你不知道 我归什么 各位千万不要做佛门老油条 到寺庙来 很会做义工 但是翻脸吵架 第一名 搞派系 那这种人很多的 那有时候我来办法会 还有菩萨说 师父我来参加吗 可以啊 因为我现在跟他们不合呢 我跟谁不合呢 那我说没关系 你就坐旁边 人家也没有跟你不合啊 那是因为你搞派系 所以我是那边的 我是那边的 我的领导走了 我也要跟着走 这样 所以你根本不是归法 你是归人 这一群人 那一群人 他不是搞派系吗 搞分裂 所以各位 如果你有这个观念 这个是伤害佛教 这个叫破合合众 一个修行团体 部分在家叫生且众 如果你认为你是归 黄派的 不是归 蓝派的 然后呢 你这一派来 我那一派不行 然后就乱掉了 搞分裂 那你就一直在破合合众 因为你一直支持 一个错误的观念 我要增加黄派的 下回选会长 换你们这一派 那你就完蛋了 而且各位归三宝 也千万不要在这边 找亲戚朋友 哦 你是我儿子 哦 可能我是你爸爸 然后呢 就开始 结群仇党 这样 不能脱离我们黑派的组织 所以 你跟我好 我跟你不好 那这些问题 这个都不是了解佛法的人 了解佛法 就要放下这个对立 所以很多人要出家 出家不容易啊 你一定要在生团里面 被看一两年 你跟这个人 跟大家合得来了 也接受生老病死了 然后呢 不会再抗拒佛法了 你才有正式出家的机会 而不是说 今天里头 明天做师父 没有的 这一点汉传佛教 非常严谨 非常严谨 出家 就是要观察的 所以有时候 我们办短期出家 很怕各位 短期出家完以后 不回家了 我要跟你说 你没有资格 你只是短期出家 赶快穿回便服啊 把衣服脱掉 你不能穿了出家衣服 能晃来晃去 人家 你还问师父是谁 海涛法师 我没面子啊 吃喝嫖赌 天天找女生 所以那这样也不对啊 因为出家人 那你就要分开了 男归男 女归女 那有些人 虽然说短期出家 是各位种个善根 不代表 你可以长期出家 但是如果你愿意 长期出家 那就跟出家师傅 要学习 看看你可不可以 真实的出家 至少要了解 所以 但是能不能呢 你就看你自己 有没有第二条 有没有规法 以法为师 按照这个法的规范 规矩 去做 出家人 连吃个饭 走路 开车 做什么事情 都要成为别人学习的对象 千万不要被骂 是不是 被骂 出家人穿得不庄严 出家人讲话不庄严 那这样 那你怎么做人间模范呢 所以出家人是天人导师 那你只要以法为师 再来 以身为师 各位归一啦 那我们要学习 以佛为师 以法为道 就是这条路 以身为友 那你 这个出家人要成为别人的模范 那我们自己 你归一了这位师父上师 你要以他为生命的模范 师父吃素 当然我也学吃素了 师父不生气 偶尾要学不生气啊 师父慈悲 偶尾要去学慈悲啊 所以有一句话叫 那叫 以师字为己字 当然这位法师 他是发菩提心的 以佛心为己心 这是这位法师 把菩提心 展现在他的生命上面 给我们看见 所以我们 医子这位 善知识 所以一身为师 即清静 无真无然也 那各位要 出家人 这资格 至少要清静心 无真无然 不要跟人家吵架 不要批判佛法 我们大称好 南传佛教不好 我们汉人佛教好 藏传佛教不好 讲这种话 都是伤害佛教的 搞破坏的 分裂合合的 这不应该 特别在新加坡社会 我认为新加坡 南传 汉传 藏传 所有的法门 感谢新加坡政府的 这样子的 护持各种宗教 不分天主教 基督教 所以新加坡很和谐的 对不对 像花园一样 但是各教派 都有他的精髓 我们可以去学 但是不要因为 自己这个 对方那个 就说人家不好 一个人要学佛 那你要懂得去学 就算你不是佛教徒 你有优点 我也要学 对不对 何况是佛教徒 所以佛教徒叫 万行无亏 但是各位 你不会科学 你不是博士 你不是演唱家 但是我们随喜 对方的功德 因为你将来 要成为佛 你不会唱歌 没有做过政治 没有做过科学 你不能成佛的 成佛呢 世间法要圆满 只是不执着世间法 还用世间法 去帮助众生 这样而已 世间法就是插花 音响 摄影 声音 难道佛教讲空性 然后就毁灭 所有世间法吗 不对的 佛教讲的是 万法的本体 都是空性 善巧方便 使用世间法 去帮助世间的众生 而不是 我们所谓 出世间法 不是脱离世间 是不执着世间 是不执着世间 今天要办法会 没钱可以办法会吗 有钱 真好 但是不要执着金钱 但用金钱 来 做各种的功德 来结善缘 而不要说 我出家了 我讨厌钱 这样 这个讲法就不符合大悲心 不要供养我 我们出家人 修行人家拿红包给你 你不接受供养 犯菩萨戒 为什么 众生要种福田 那钱也不是给你的 给菩萨的 对不对 你是菩萨 所以我供养你 你替我去供佛 摘身吗 做好事吗 是这个想法 但是如果你不懂啊 那你可能 就会批评 那就错了 所以各位归一生 我希望各位归一的 师父 是一个对世间宗教 都尊敬 对佛教的各种法门 都尊敬学习的对象 而且你的师父 虽然你在念佛 师父说 那你可以去打坐打坐 你跟你师父说 师父 我现在跟你念佛 某某上师要穿 我可以去灌顶吗 OK 带师父去 我也要去 这个师父伟大 所以汉传的蒙山 藏传的燕贡 一样 对不对 那只是因为念法不一样 但是动机一样 所以离一切相 离开法相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连这个法旨都不能有 万法都是佛法 只要动机 符合慈悲心 空性 都是佛法 好 所以 一身为师 其清净 无真无染 我今天花比较多时间 讲解 我是认为 一个人对于归三宝要负责任 而不是人云亦云 你归我归 大家一起来归 然后一起来吵架 然后翻脸的时候 都无法可循 所以这个是不好的 就像各位你要结婚了 想清楚没有 要结婚了 那你要包容 要忍辱 要接受 那你结婚以后 在那边讲后悔的话 叫你离婚又不要 所以 那你就是 你不了解结婚的意义在哪里 所以 结婚嘛 本来就女人婚 你不知道叫结婚 但是你要知道 结婚是要去度对方 家差一点婚 那你去吧 度到他去出家了 那我正好出家 可能你跟他有这个缘吧 可以 但是你的动机 不再去追求对方对你好 如果你追求你所谓世间的幸福 那你就会觉得很痛苦 好 所以 今依此住持三宝 佛像经典出家人 让我们看得见了 这叫住持在这个世间 和会归理性三宝 决性 法性 清净 归觉 归真理 归清净 然后呢 把三宝成为你的生命 如等既知三归一的义礼 则应当先离请十方三宝 所以各位我们今天把十方佛法身三宝都请下来 告诉他们 我们归一你们 对不对 依止了三宝 而不是依止一尊佛 有些菩萨说 师父我是拜这尊的 你是拜那尊的 佛佛道童 什么不同尊 所有佛都是释迦牟尼佛讲出来的 九皇大帝是不是佛啊 要师父显现了 你不要看他 佛菩萨伟大呢 你乞丐我跟你做乞丐 我度你 所以佛叫百千亿化身 你是人 我也跟你变成人来度你 跟你一样要生老病死 所以佛会用各种的方法去展现 各位这个观念很重要 你看到一个小小的神明 你都当作他是佛 你把他当作他是佛 他就变佛 这就是众生皆有佛性 小小的神明 你更尊敬他 他更高兴 很快他就归一三宝 但是你看不起他傲慢 这个神明 你看你们拜佛都多伟大 你自己伟大吧 他看不起你 所以学佛以后千万不要 看不起土地公啊 地基主啊 各位家里有没有在拜地基主 有没有 我这样问好了 没有的举手 你还真举手 赶快回去拜 地基主你不拜 你这个人不知感恩 这个房子就有一个地基主 守护在那边 认为房子是他的 你去住人家房子 谢谢你 就像祖先的福墓 旁边要不要摆个地基主啊 土地公 你不拜土地公 怎么拜福墓呢 你把祖先福墓放在那边 感谢土地照顾啊 连死的都要拜 你活的还不拜 所以再问一次 家里不想拜土地公的 请举手 回去拿个纸牌子也没关系 纸牌子放在那边 土地龙神 初一十五摆个面包啊 对不对 台湾人说麻糬最好 因为老土地没吹起啊 麻糬 放一杯水 饮料 哎呀 家里会不会发财啊 发财 你照顾我 我照顾你 里面大楼没有管理员 你很穷哦 住那个没管理员的大楼 所以那你你拜拜土地公 感谢他 我们是皈依三宝 土地公成为佛教的护法 这个很重要 好 所以各位了解了 应当先请十方三宝 以为医护之尊 从今天开始 老公老婆金钱儿女 不再是你医护之尊了 这样了解吗 因为你皈依三宝了 那对老公老婆儿女呢 尽力而帮助他们 这是我们的因缘责任 但不是你皈依的对象 这样听懂了吗 听懂了 土地公也是我们感恩的对象 但不是医父的对象 所以有人问我说 师父九皇大帝可以拜吗 在家可以出家不能跪 虽然九皇大帝搞不好是佛 但是他故意要显现世间神明 被斩头 没有头来度众生 他视线的 所以他喜欢这样视线 去度众生 所以我们心里知道就好 在家可以礼拜 出家不礼拜 就像二十四护法诸天 是佛菩萨来的 出世间护法 但他视线外相 是在家相 留胡子 对不对 拿武器 那你出家就不能跪拜 这样 但是心里了解就好 那这些佛教规矩啊 各位还是要了解去看 所以有人跟我批评 说海盗法师 你现在从佛教已经跑到道教了 一下三代祖师 一下九皇大帝 再来了 太主牙 这宫 那你怎么都 你变了吗 然后去欧洲 美国天天拜圣母玛利亚 典香 耶稣基督 那你在干嘛 哎呀 我说你有偏执啊 我们是怀着悲心 到天主教堂 先请湛江法师 念玫瑰经 我们再来念新经 大悲咒 最后回归三宝 你也要去度众生 那里面有众生啊 那些让圣母玛利亚 功德更大 对不对 让他福报更大 那多好呢 所以我想这些道理 各位要了解 但是心里面知道 今天我做会长 明天人家把我干掉 谁言 因为我是归一空性慈悲 不是归一会长 如果我出家了 我还在乎这些位置 住持会长 那你等于没出家 你还有家 你被关死了 所以出家的意思是 出离约束束福 得到自由自在 还可以去帮助众生 再来 赐对一切万灵 而作正言之主 这万灵就是这些 城隍爷 听说我们新加坡 城隍庙很大 各位有时候要去拜城隍庙 城隍庙呢 这个大城隍 也是佛菩萨的化身 你身上有一个鬼 晚上睡不着 或是你朋友 看他脸色发黑 好像有个冤亲债主 这个就要去找城隍爷了 城隍爷呢 有些道教的讲法 这个人拿黄旗 红旗 粉红色的 就是要来要他命的 这个叫死亡令旗 讨债的 这个时候谁也解不开 那你就要去找城隍爷 做主 然后呢 然后自己跟那个冤亲债主 忏悔 城隍爷答应帮你做主 那你只要把功德忏悔完 他就超度了 所以城隍就是像法官一样 主持对错 因为世间的讨报 那这些呢 就成为世间的万灵 成为我们的护法 正言之主 保护我们修行受戒 一直到成佛 包括上帝玉皇大帝 一直保护希达多太子 对不对 从出生到涅槃 没有这些上帝 没有四大天王 释迦牟尼佛出不了家了 都是如此 这我们了解 所以如等其立合掌 自心做官 要从内心里面 观想十方诸佛菩萨 所有神明 特别这一次 大家归三宝 九皇大帝 做我们正言之主 保护我们受戒 所有神明 但是不是为我们自己啊 带着父母祖先 六道众生 要观想 接来到场 发菩提心 归三宝 之下 便宝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净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平行脱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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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有一点热,但是内心很欢喜,特别对我个人,能够在新加坡正式的传授三归一,五界,十善业界,甚至有三十位菩萨, 搞不好会更多,以短期出家戒,当然如果这几天有姻缘,我们应该也把菩萨戒来受戒,好不好?更殊胜,那我想大乘佛教的整个修行,就是从三归一到菩萨戒就要圆满了, 然后得到了这个戒体,那大家就来实修,所以戒定慧,有了戒为入门,三归一的戒,你来修禅定,修智慧,有它的福报,但还不如受了五戒这个意思, 所以前面的基础又圆满,当然最圆满,就是各位发菩提心受菩萨戒,那你修的定,那又不一样了,叫大悲禅定,你修的慧,那不一样了,那就是菩提心的圆满, 所以,所以戒力是一切修行的根本,当然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来持戒,所以这次也感恩水喜, 特别是我们九皇大帝的加持,准提堂,堂主,所有菩萨的祝元,能够促成一次的传戒法会。